姚明主动盗窃,周期只能二选一 广东队的任俊飞五元大名当 然而沙巴兹跟马尚布洛克斯外加上的顶尖小前锋 却明确透露出了三大喜讯 看来接下来的广东红预队依旧有很大的希望 在新赛季当中共同去争夺冠军 然而姚明却要面临着巨大的考验跟挑战 提到这里我们重点跟大家聊一聊三大看点 首先第一大看点那就是 西边的管理层姚明这边 主动向狼球协会这边提出了道歉 说白了 过去因为新疆队跟周期之间闹白的事情 导致了新疆队直接离开了CBA长达20天左右的时间 而这一个消息直到如今来看 依旧是没有完全的停止 那么现在CBA的管理层这边 姚明作为主要的带头人 确实也向狼球公会 狼球协会这边提出了自己 办事方面做得不到位的问题 而且主动承认了错误 说白了 过去因为新疆队退出CBA 对整个CBA都造成巨大的影响 因此姚明创办了狼球公会之后 而且为了能够使得整个CBA更加良好的发展 他也主动提出了 自身在办事处理问题的时候 存在着一些不足 希望在接下来能够进一步的改进 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够看得出来 新疆队这边是受到了CBA管理层 受到了姚明这边真诚的道歉 那么这将会意味着新疆队没有任何的问题 而且新疆队接下来继续拥有着周琦他的交易权利 说白了周琦大魔王只能够二选一了 第一 要么周琦大魔王主动承认错误 回归到新疆队 他还是能够拿到顶薪600万的合同 继续留在新疆队去增仗比赛的 毕竟如今的新疆队已经拥有了他进一步的交易权利 如果周琦要回归西边 只能够回归新疆队 而且哪怕说新疆队已经同意把周琦交换出去 但是西边其他球队没有一支战队敢战出来 接过周琦 毕竟你要交易得到周琦 你要交出一个国手级别的运动员 再加上3000万的转会费 另一个方面还要承担着交易得到周琦之后 会不会发生像如今新疆队一样的问题 第二个点 那就是对于周琦来说 他还可以选择去到澳大利亚去澳洲增仗比赛 然而据了解他在澳洲的比赛 也只不过拿到400万左右的合同 对比起他在国内600万的典型合同 差距如此之大 而且还要去到国外去打比赛 确实周琦 选择乖乖回归到新疆队 或许是他接下来进一步的选择 也代表着他的真诚盗窃 第二个点就是如今的广东队 包括了张浩佳 以及马尚布鲁克斯 外加上了萨巴兹明确的发话 提到接下来广东红卫队引进的第三个外援 目前具备更大的争夺冠军的荣誉 在近期哪怕说张浩佳面对新疆队膝盖受伤了 而且看得出他在现场的过程当中非常的痛苦 但是张浩佳他迎来另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他本人做出了违影 也就是因为他在球场当中伤到了膝盖 但好在没有伤到韧弹 说白了只是肌肉方面的一些拉伤 恢复大概五到七点的时间 就可以重新回归到赛场来展开训练 所以说张浩佳他的重新回归 对于杜丰季后赛的争夺 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锋消息来的 毕竟张浩佳一旦回归到球场 广东队争夺冠军的希望将会大增 而不会受到巨大的影响 另一个方面 沙巴兹跟马上布鲁克斯近段时间 因为两个球员都是充当得分选手 而且两个人在三号位上面 有一个重叠的位置 因此近期的沙巴兹跟马上布鲁克斯 双方貌似在出仗时间方面 有一点小小的矛盾 但是直到现在来看 已经得到了解决 毕竟沙巴兹他是主打三号位跟四号位的 而马上布鲁克斯主打二号位跟三号位 这样一来 马上布鲁克斯在社交媒体动态提到了 大家不要小看我的能力 由此可以看得出来 接下来的沙巴兹他也是同意了 让马上布鲁克斯打核心的主力 他去打马上的替补就可以了 说白了 广东队的三大外园 你要说最核心的老大 还是马上布鲁克斯排第一 沙巴兹也承认了这个点 而如今呢 汉美尔顿排名第二 因为他是第二个来的 第三个才到沙巴兹 现在呢 这将会使得广东队外园的出战时间 出战的顺序将会定下来 第一个出战的是马上 第二个是汉美尔顿 第三才到沙巴兹 这样大家呢 轮流出战 将会帮助广东队打得更加的 陈旗 而且呢 能够啊 更加的和谐 未来争夺冠军的希望 也将会大致 最后的第三个点 那就是新疆队2米29的法尔 他 面临着 离队 因为呢 对于新赛季来说 法尔这名2米29的巨头 整个CBA的球员当中 他是最高的 个人的得分效率 以及篮榜球呢 更是相当不错 他来到了新疆队之后 本个赛季 确实帮助了新疆队 打得很不错 而且本个赛季呢 拿到的比赛胜利 也是非常多的 只可惜新疆队 中途啊 离开了20多天时间 导致了新疆队直接五元季后赛 这也怪不了法尔 但很可惜 法尔呢 本个赛季 签下一年的合同 他的合同到期 也只能选择离开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 法尔直接离开 我们国内的比赛呢 据了解并不会 法尔呢 依旧是在国内的 其他CBA19个球队当中 寻找发展的机会 说白了 哪怕说 法尔离开了新疆队 但是呢 包括了广东 辽宁 浙江 广州 深圳等球队 还有上海等土豪战队 是有一定机会 把法尔给签约下来的 毕竟法尔呢 作为2米29的巨头 他拥有着身高篮板 跟内线得分的优势 把他签约下来 说不定能够帮助 CBA的黑马球队 争夺冠军的荣誉 尤其是包括了 深圳广州跟上海等球队 可以考虑一下 毕竟如今的广东队 已经拥有3万元 就不考虑法尔了 那么他在认为呢 针对姚明的盗窃 以及接下来周期他的去向 还有广东浙江辽宁的 冠军争夺 你有什么想说 留言评论区 交流一下您的想法 感谢大家 下期再见